新兴科技有好多种 香港人最关心的话题 都离不开金融和房屋 Fintech金融科技相信大家就听得多了 而香港亦都做得不错 其实又有没有一些与地产相关的科技? 当然有 未就是地产科技Proptech 即是Property加Technology 凡指所有关于楼宇、房屋、物业本理等等的软件系统 硬件设备 总之可以改善物业发展的创商科技和方案 都可以视为Proptech 即是上网有VR体盘那些 找楼网站都算 现在主流的Proptech技术 都以用户体验和透过自动化 提升工作效率为先 解决很多靠人手处理的不足 Proptech的范围的确很阔 不单只上网找楼 在物业内不论是住宅或商业大厦 只要配合IoT物联网设备 装上各类的感应器 用来探测温度、湿度、空气质素、保安和漏水等等 然后将收集到的数据上传去到平台分析 继续作出自动调节 就可以令到环境变得更好、管理更容易 遥身一变成为智能大厦 都是现在流行的地产科技 近年Proptech市场发展蓬勃 就连科技公司Cisco C4都有针对Proptech的解决方案 Cisco的方案可以将IT通讯系统 和智能建筑系统 甚至和现有的ERP系统 整合在同一个网络 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又可以免去安装、保养和升级 多个不同专用网络的成本 协助流域在整个生命周期里 降低营运开支、加强资产管理等等 透过开放式标准网络 可以加强流域系统之间的连接能力 确保提供即时数据存取和共享 借着数据改善流域系统控制、监控和提供报告 有利对分散式房产组合集中管理 Cisco还有一项最新的Open Rooming技术 都纳入在Proptech领域 利用简化和无缝的连接体验 一方面给用户享用更加的数码服务 另一方面给场地营运商减少技术支援的人手 还可以透过数据了解用户行为 对推广、制定未来发展策略都很有帮助 以商场为例 只要参与Open Rooming计划 配合Cisco DNA Spaces基建环境 可以透过会员应用程式 用消费者做一次登入网络确认 之后,这位消费者每次来到 智能电话都会自动连接商场里的无线网络 不但很方便地用到场里的数码服务 甚至可以储存消费积分 自动转换积分为泊车优惠等等 利用自动化服务加强会员忠诚度 其实地产领域很大 PropTech都是一样 而PropTech的目标就是令到 传统地产行业走向数码化 享受数码科技带来的好处 使用电话机建设计 再次参加电话机建设计 再次参加电话机建设计 然后,再次参加电话机建设计